以下视频可能还有以人不识的内容 请谨慎选择观看 先学习表情管理 这是我目前看过最令人不安的系列视频之一 该系列被称为蓝色频道 由三条诡异的视频组成 据说完整看完的人都会受到强烈的情绪控制和精神污染 大家不用怕 我们从污染最强的第三卷开始看 该视频名叫泰勒森的《堂丸》 发布于2021年2月7号 视频有一个压抑的蓝色画面开场 中间有一个大大的单词 背景音是刺尔音森的钢琴曲 随后文字出现 如果您和您爱人有以下症状 比如冷漠 情绪失控 思维混乱 记忆力差等症状的话 那么您很可能得了晚期情绪恶化 简称AED 据统计 21岁以上的人群 有70%的人都患有AED AED会影响你的工作 社交和身心健康 想纠正该病情 你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 为了帮助你克服AED 本频道研发了一种名为泰勒森的糖丸 它能干涉你的大脑 让你能在不同场景下 表现出合适的情绪 甚至还能让你拥有前所未有的体验 和更稳定更高品质的情感 每种颜色的泰勒森 都有其独有的情绪 包括但不限于快乐 悲伤 愤怒 恐惧 闲者模式等 当然也提供一切负面情绪 比如嫉妒和挫折等 随后画面出现干扰 升级版的泰勒森 能创造出人类没有的新情绪 并让你获得前所未有的超凡体验 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德格伦斯 亨伯 纳吉 无脊椎 安德里科 部分画面太过恐怖 无法放出 到最后的一种状态 这个人直接变成了一团肉 中间似乎还有一颗射利子 这种所谓的超级情绪 使服用者逐渐变异 最终似乎变成了一种外星生物 第三卷就此结束 我们单看这一卷会觉得莫名其妙 但只要结合前两卷来看 就能感受到蓝色频道的恐怖 第一卷发布于2018年 时长三分半 但整条视频的内容非常单一 全程都只有一个蓝色背景 和右下角的Blue 背景音乐是一首欢乐且怪弹的钢琴曲 画面颜色的深浅随着音乐的节奏而变换着 在视频的最后几秒 似乎有什么奇怪的东西混入 通过竹针播放可以看到 一个酷似外星人的诡异生物 出现在视频的最后 网友们猜测 这段看似无意义的视频 似乎是外星人想向我们传递某些信息 一年后 该频道的作者发布了第二卷视频 一样的蓝色背景和单词Blue 但这次的视频长达八分钟 且背景音乐变得非常阴森恐怖 视频多次出现信号干扰 并出现了多个意义不明的单词 视频的最后 第一卷中的外星人再次出现 而这次还配上了一段文字 你让我们进来了 综合这三卷视频来看 这或许真的是外星人借该频道 来传播这些诡异视频 以达到他们入侵人类的目的 第三卷中的泰勒森堂丸 或许就是能寄生在人类身上的一种工具 请检查你身边是否有患AED的朋友 并尽快艾特他过来学习表情管理